那么随着疫情在阿尔及利亚的蔓延 中阿双方在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合作 使馆在协助当地抗疫方面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我们继续来看对李联合大使的专访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中阿两国进行了紧密 持续 有效的抗疫合作 再也证明了中阿是特殊友好的 好兄弟 好朋友 好伙伴 是值得信赖的全面战略国 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典范 自从阿尔及利亚国内发生疫情以来 中方本着投桃报李的情怀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积极支持阿尔及利亚政府抗击疫情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向阿方直接提供紧急医疗物资援助 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 中资企业和在阿尔及利亚的中资企业 在阿尔及利亚的侨民等 组织了多批物资援助 向阿尔及利亚方面紧急提供医用口罩 检测湿剂 呼吸机等大量医疗防疫物资 雪中送炭 诅阿尔及利亚抗疫 二是协助阿方向中国企业紧急采购医疗物资 为阿尔及利亚政府采购事宜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协商 并为阿方派军机紧急赴华运送物资提供便利 三是主动向阿方分享中方防疫经验 多次组织双方专家举行抗疫视频交流会议 提供中方整理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等 供阿尔及利亚抗疫节奸参考 四是中国政府向阿尔及利亚派出了医疗专家组 协助阿尔及利亚抗疫工作 中方对阿方的支持赢得了阿方的高度赞赏和重心感谢 我们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中华关系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